中国新说唱最新一集来到一对一 Battle赛 曾上过偶像练习生的徐生恩 一直不被看好 刚好和同样是偶像出身的黄磊歌队上 两人编唱 三位制作人的脸色越变越难看 结束后黄磊歌试着找借口 引来向来脾气最好的潘伟伯不满 询问他 那你来干嘛 吴亦凡说话非常直 这副歌非常不好听 没有任何难度 根深度 他认为两个都不应该过 甚至希望都淘汰 给T T或谁一个机会 邓紫棋也直言 歌词和歌曲很不搭 感受不到主题 不知道要听什么 听完两位制作人的批评 黄磊歌解释 因为时间比较仓促 所以歌曲相较简单一下 希望制作人们能放宽标准 这解释并不被采纳 吴亦凡认为大家的时间都一样 他继续解释 我后面三天在日本拍戏 我两边都耽误的话 不仅耽误我的对手 也是对比赛的不尊重 潘伟伯立刻不满了反问 那你参加这节目干嘛 黄磊歌三度解释 因为自己真的很喜欢这比赛 我剧组的时间已经改过了 我不能再因为自己 耽误了整个剧组的时间 所以我对我今天的结果是意料之中 潘伟伯听完后表示 每个人都有自己辛苦的地方 以后遇到这种状况 就别说了吧 多说我觉得无意 潘伟伯事后解释 他认为输赢不用太多解释 多说反而难看 图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 感谢大家阅读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